這個今年呢 我們的稅收預估會超增 4500億 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台北市立委補選的候選人 王鴻威就說 還稅於民 現在呢 包括這個民進黨立委 何志偉也跟進了 說這個4500億要還財於民 而且呢 事實上不只何志偉啦 包括勇言會的幾位 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王定宇啊 林楚英啊 大家都說要還稅於民 民進黨的立委 自己都說 因為我們的稅收已經超增了 所以是不是應該還稅於民 那跟王鴻威的看法是一樣的嘛 所以呢 王鴻威就說 你看 吳怡農 你還拿這件事情來攻擊我 你們自己家民進黨立委 也覺得應該要還稅於民啊 所以你對我的攻擊 就是不攻自破 這是王鴻威的說法 但是吳怡農的回憶呢 我有點看不懂耶 他說 說法蠻可愛 想起打人喊救人 這就是又是問什麼打什麼 你還好嗎 宜農 你還好嗎 你怎麼會這樣回答王鴻威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到底會不會還稅於民呢 據說財政部的代理部長表示 目前沒有這個計畫 蔡政府今年預估稅收超增4500億 王鴻威率先拋出還稅於民 全台灣每人至少能拿回1萬元 多位綠委也跟進喊話還財於民 每個人可領回近2萬元 一個人至少可以分到將近2萬塊 那我們不要再去追求的數字的漂亮了 應該還稅於民直接發現金 發還給人民應得的錢 還稅移民早就該做了 我不瞭解為什麼蔡政府一直到現在 才能夠真的理解人民的需要 稅收超增 有人說就像從羊身上多拔的毛 是否應該趕快還給可憐的羊 各界用獻還稅於民神浪 這個稅不是憑空掉下來的 是從人民身上拔下來的 毛一個一個的拔 鄰近的國家像新加坡還有香港 掏收以後就發錢給大家 從民眾口袋裡面拿出來的錢 在民眾需要的時候能夠還給民眾 促進消費觀光 最怕的就是不願意動 政府不應該已讀不回 但財政部結市雖然超增 實際上總預算與特別預算 並同計算稅收人不足 目前是還沒有這樣的規劃 超增的那部分規劃是 減少取債優先還債 當藍綠立委齊喊還稅於民 想讓人民有感 還是得等蔡政府關愛的眼神 記者先後路程宜用 台北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保育器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解